我白天上班 晚上兼差写稿 他将我们所有的积蓄 都投入了他的电影 他开始没日没夜的工作 有几次出国拍片 甚至好几个月都没见到人 他专注在他的电影里 有时异心风发 有时又瀕临崩溃 他渐渐变成一部 我只能观看却无从参与的电影 慢慢的 他不再跟我诉说有关电影的故事 慢慢的 我们不再一起编织电影的梦 他的电影上映了 他愤怒的抱怨世上 没有人真正懂他的电影 我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在自己的电影中惊涛骇浪 而我只能是一幕前惊恐莫名的观众 他的世界停格在一片悲伤草原 寒冷的风不停的吹 我飘浮在漆黑的汪洋 光 越来越远 越来越暗 有一段时间他病了 我们抱头痛哭 他将自己囚禁在黑暗的世界里 而我却无计可食 那时我才惊觉 我们一直沉溺在虚幻的天地里 没有勇气面对真实的人生 我努力想要穿透现况 寻找美丽的秘密花园 没想到 他竟在电影院入口跟我挥手道别 就此失去踪影 我渐渐想起 妈妈离开的那个夜晚 他亲吻我的脸跟我说再见 我记得他忧伤而坚定的眼神 和逐渐远去的背影 就像他离去一般